NAS市场在这两年真的很卷,各种新兴NAS品牌也层出不穷 深耕NAS领域多年的老牌厂商铁威马在24年开年就直接放出玩战 一口气更新了多款NAS新品,其中性能最强的铁威马F4 424 Pro吸引了不少朋友的目光 这款产品专为追求高性能的家用以及企业用户设计 本期就来体验一下这款高性能NAS有怎样的表现 OK咱们简单来开个箱,除了性能提升之外 F4 424 Pro最大的变化就是外观了 相比于经典款的银色机身,这次机身使用了更显大气的纯黑配色 材质使用了更加轻便的ABS材质,表面做了磨砂处理 做工以及质感处理的都不错 眼见的朋友会发现经典款背后凸起的风扇部分变平了 观感更加一体化,相比之下我觉得新款更加好看 F4 424 Pro是一款4加2总共6盘位的旗舰NAS 除了外面的4个盘位外,内部还可以再装两个M.2硬盘 相比于上代添加M.2硬盘的繁琐拆机步骤 新款只需要移除右侧外壳后就可以添加硬盘 M.2硬盘支持作为缓程加速,也支持作为存储空间使用 硬盘支架也有不小升级,顶部已按,底部一抽就可以取出支架 采用免工具安装设计,取下硬盘参两盘卡扣 装上硬盘后扣上就已经很稳了 如果是2.5寸硬盘可以使用标配的螺丝进行安装 背面接口同样丰富 电源开关移动到了背面提供了HDMI接口 Type-C USB接口等等移印俱全 以及两个2.5G网口低吸电源接口 刷2.5G网口除了可以网口聚合提升读写速度之外 还能折腾软路由,以及HDMI接口的加持 极大提升了这台机器的可玩性 这个大风扇兼顾了M.2硬盘以及4个硬盘参的散热管理 稳控风扇会智能调速,非常静音,散热很优秀 F4 424 Pro要说最炸裂的升级还是性能 它搭载了13代英特尔 i3 N300处理器 8核心8线程TDP仅为7网,为什么说它性能炸裂 咱们和市面上主流家用期间那是大载的时代 N5105处理器来做一个性能对比 一个是8核8线程,一个是4核4线程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性能 i3 N300有近一倍提升,处理任务会更加流畅 边解码方面i3 N300更是新增支持的AVE解码 核显相比N5105的24EU升级到32EU 所以N300的核显性能更是强了近一倍 意味着使用它来搭建影音服务器 实时转码会更快和更流畅 虽然i3 N300只支持单通道内存 但是F4 424 Pro标配了高达32G的DDR5内存 其他NAS目前的主要也是以DDR4内存为主 DDR5的高频率内存 加上32G内存的足够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使用场景 这台F4 424 Pro的配置水平在旗舰NAS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 并且在性能和功耗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装入硬盘后将NAS接入局域网就可以初始化了 TWA NAS搭载自研TOS系统经过多次版本迭代更新 对于家用来自企业场景都能绰绰有余 初始化很简单 安装TNAS PC客户端后搜索进入初始化界面 按提示设置账户信息就可以 整个过程没有难度 TOS系统UI简洁明了 系统已经很丰富了 你能想到的应用功能都有 虽然主打专业 但在异用性方面却很接地计 TOS将各种大小设置进行了分门别类 很容易找到你要的设置或功能动画的过渡性也很流畅协调 除了网页端进行管理外 PC端以及移动端都有APP适配 例如手机可以安装TNAS Mobile 3应用来和TOS系统进行交互系统管理等等 此外记得打开铁密码自带的远程访问功能 这样你在外面也能通过APP的远程访问家里的NAS进行文件管理 文件分享 如果是局域网中的电脑可以通过SMB协议进行连接 可以在多台设备间无缝调取或存储文件到NAS中 这也是NAS最基础的功能了 2.5G网口也能提供高速的独显速度 在设置阵列类型时 你会发现有一个TRADE的类型 推荐使用这个 TRADE是由铁微码开发的弹性磁盘阵列工具 具有自动组合磁盘空间 容易保护自动扩容等功能 它可以解决传统阵列扩容不变 空间利用不足的问题 并且还有数据安全保护机制 很多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会一次性把硬盘都插满 传统RADE类型在后续扩容时让人头疼 TRADE也解决了这个扩容难的问题 利用它的弹性管理策略 可以很轻易的进行扩容 而且这个TRADE也非常适合新手用户 保证了阵列类型的灵活 优化以及弹性 推荐使用起来 手机可以安装APP实现功能拓展 NAS也同理 TOS系统提供了应用中心 目前可用应用数量有60多个 配合社区应用中的100多个应用 可以满足各种需求 比如各种TOS官方应用 各种开发工具 最常用的应该是下载工具了 比如说Qbit Transmission和迅雷 此外还有影音工具 比如MB Plus 这些下载工具和影音工具相配合 可以轻松搭建家庭多媒体中心 F4 424 Pro性能强劲 推荐安装强大的Docker Virtual Boss虚拟机应用 这两个虚拟化应用可以说是旗舰NAS的标配 配合这两个应用让TOS的功能拓展更加便捷 并且32G内存的应对这些场景也出作有余 日常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同学可以使用Terry Photo应用 这是TOS专门的照片管理应用 配合手机端的App可以打开自动备份功能 自动将照片视频上传到NAS中 借助NAS超大空间可以存储海量的照片或视频 平时使用的时候可以打开TNAS就可以管理 也可以在网页端进行查看 Terry Photo会帮你管理这些海量照片 提供最基础的时间轴查看形式 还可以根据相机型号镜头型号等筛选照片 地点整理等等 借助强大的AI功能进行人脸识别 如果想要查找特定用户的相关照片 点击AI头像就可以直达 旅游聚会后的照片在上传后 也能批量分享给朋友们使用 就不用借助社交软件来传递照片 省时省力 而且在换手机或手机丢失后 不会丢失以存储的照片 替NAS随时帮你留存一份 说到底 NAS的基础功能还是存储 说到存储 自然要提到TOS的备份和同步工具 TOS提供中央备份 双重备份 时光备份 时光机备份 USB备份等强大应用 通过这些应用 各设备间的数据更好存储到NAS中 还有完善的备份策略 以及还原机制 同步工具方面提供了 TerrySync和CloudSync TerrySync 支持NAS PC等多种设备同步 支持多种同步策略 历史版本的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场景都适用 我个人使用最多的是 CloudSync应用 它支持十几种 公有云盘的数据同步 可以把在线网盘中的资料 同步到本地NAS 也可以把NAS中的资料 同步到云盘 实现多介质 多设备的备份 数据安全更有保障 NAS是存储影音支援的几家载体 使用NAS部署影音服务器 也是常规操作 铁维码应用中心 提供了一键安装 PlayerSync 等影音服务器 以Docker部署开源免费的Jlifin为例 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或SHH命令部署 I3 N300极限很强 比N5105强了近一倍 这里还是测试一下 选择一个低分辨率 触发转码 实测发现4K偏远 轻松拖动播放 转码速度更快 超高码率的4K偏远也没有问题 目前8K偏远少 4K偏远都没怎么普及 可以说这台F4 424 Pro的性能在未来很多年都不用考虑升级 可以占未来 很多朋友玩NAS也会部署虚拟机 铁维码自然也是支持虚拟机用的 使用的是Virtual Boss的方案 并且这个强劲的处理器以及32G内存 如果不玩虚拟机的话就可惜了 首先测试了Windows系统 按流程的配置内存空间 ISO镜像就可以开启 安装完成之后 建议安装一个远程软件 这样在外面也能随时连接虚拟机系统进行操作 实测Windows 10系统 在这台F4 424 Pro上也能流畅运行 如果安装Windows 7的话会更加流畅 Landex类系统也能正常安装和使用 速主机的性能强 虚拟机自然流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新发布了视频监控套件 你可以介入支持ONVIF协议的监控 借助NAS的超大存储空间 相当于给录像多了一个备份 不管是家用还是商业监控场景都适用 操作也很简单 点击添加搜索 会自动发现局域网中支持ONVIF协议的监控 输入你监控的账号密码测试通过就可以添加成功 会将录像保存在NAS的空间中 这样在实时监控页面就可以看到添加的所有摄像头配合远程功能 可以实时查看非常方便 作为一台24小时开机的设备 NAS的功耗想必也是各位比较关心的 在接入一块M.2硬盘的情况下 机器功耗为10瓦 在接入两块3.5硬盘 一块2.5硬盘 以及一块M.2硬盘的情况下 功耗在23到26瓦左右 说实话 爱上N3零年处理器在性能强劲的同时 能保持如此优秀的低功耗还是让人惊喜的 一天也就0.6度电 一年的电费在150左右 相比于在线网盘及白起步的包联会员还是挺香的 而且个人NAS不用担心隐私问题 日常使用可以搭配到UPS 可以在断电时给NAS提供足够的关机时间 将UPS的通讯线连接到NAS的USB接口 在系统中开启UPS支持就行了 数据安全更有保障 F4 424 Pro的性能在一众旗舰NAS中可以说一技绝成 对于性能有追求的朋友可以考虑这款 如果想要更加均衡以及性价比一些 可以考虑F4 424 配合前面说到的影音工具 下载工具 虚拟及Docker等应用 可以把NAS变身为家里的服务器 物件启用 顺带一提 最新的TOS系统正在内测中 相比目前的TOS 5.1 拥有更多的改进和提升 期待TOS的未来更新铁带 带来更多功能 好的本期开箱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